七堵区爱心连换餐会 除了有小提琴演奏之外 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一群 由市长者组成的市长逃不了逃敌班 带来多首精彩表演 让台下观众不断的喊安孔 我们七区的一个地售餐会的一个演出 是透过社会处杨育新杨处长的方式 来促成这一场的一个表演 那最重要是让我们的市长的朋友 尤其是逃敌班 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音乐的才华 那最重要是让大家都能够 鼓励大家外出来参加活动 连环餐会现场席开20桌 市长谢国梁亲自到场 向大家拜早年 也感谢各公司行号社团及三星人士 一起做爱心 邀请青鲁区低收入户齐聚一堂 今天贵宾很多 小孩爸爸要在年终 睡末这段期间跟大家致意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劳 那市政府在大家的指导之下 我们也兢兢业业努力的做好每个工作 寒冷的冬天 希望大家穿得满活一点 然后身体健康平安最重要 在这边敬祝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主义 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今年我们的议员红包很有创意 又有贴纸的功能 是一个全国唯一的粉红色的红包 那这个来跟大家来共享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金融市议员陈平健张耿辉副议长杨秀玉 曾一方及蔡望连代表 依向民众拜年 岁莫寒冬 希望大家一起关怀弱势族群 我想再次的也肯定我们市政府 长期来对这些受政府弱势团体的照顾 尤其在春节前夕 能够举办这个活动 更显得了一个窩心的感觉 那也感谢我们各地的 各界的热心企业 及我们公庙 因为你们的促成 也促成了今天 有这个活动 跟未免的一些物资 那可能会在这边 除了对一些市政府 七公所 还有我们相关单位的协助 帮忙之外 要借这个机会 祝我们所有的 相信在新的一年 今年是农年 祝大家农年行大运 一方也在年前 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农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 一方也有一直持续在做一些 爱心关怀的物资捐赠 那也有幸福食物银行 那有一些其实会员 也有都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未来会跟市政府 一起来携手合作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基隆市政府 就是七赌区的 这个一年一度的 税末餐会 那也谢谢我们市政府 这个区公所 这个针对我们一些 弱势家族 今天也安排了 这个就是税末的一个 餐会来关心他们 那在新的一年 李秀玉在这边 祝大家农年行大运 这一次呢 七赌区的总共 西开二十桌 那邀请了我们 七赌区的低收入户来参加 那在西中呢 我们邀请了一些表演团体 来共襄盛举 同时有很多的 爱心的单位做一些捐赠 那我们在社会处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做一些宣导 来希望 那我们现在的市民能了解 我们的一些关怀 弱势的一些专线 让他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一些社会福利 那今天也很高兴市长 有令到现场 给大家一些满满满满的祝福 我们每年齁 对于这个爱心 有企图 企图有这些很多需要帮忙 很多 所以我们尽一点的力量 每一年 我们都会去公社办这个活动 我们都会来协助一点 给他们帮助这些人 我们本身我们本宫 本宫也有办寒冬送来 本宫也有自己也有办 还有我们华山区新闻来推展 都会共同来推展这个爱心 公廟本身就要推展这个 那我们的人帮忙了 对于区公所这个疫情 我们更应该来支持他 市政府在七区轮流举办 春节联欢餐会 邀请弱势家庭提前围炉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 各界对他们关心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